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接上问问 我觉得可以吧 因为狗好像不分国界的吧 应该是不能吧 不能吧 两个国家狗教育不同 那狗有狗语吗 人有人语吗 肯定可以教育 其实狗狗是通过气味和肢体语言来认识彼此 不管什么样品种的狗 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国家 它们之间的交流并没有障碍 就说嘛 还是我们汪心语好 全语构通用 根本不用学什么外语 那可不 出国与同类交流 翻译都省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学习一些人类的语言 要不然蠶食官喊我做事情 我都听不懂 应该让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 他们是蠶食官 要臣服我们 有道理 各位蠶食官赶紧学起来吧 你们知道狗狗咬尾巴 是什么意思吗 可能是要狗粮吧 要吃的 把我当朋友吧 然后就是坐在我身边 然后想跟我对话 你适合吗 要吃的 就喜欢我 这个我还是做的 虽然我不咬狗 很多人都认为狗狗咬尾巴是高兴或谄媚的表现 其实不然 狗狗向右摇尾巴是高兴 向左摇尾巴则是紧张 狗狗的左脑与积极情绪有关 当他感到愉悦满足 右侧肌肉收缩尾巴向右摆动 而狗狗右脑主要控制消极情绪 当他焦虑不安时 左侧便会收缩尾巴向左摆动 请求吧应该是吧 或者要请求你给他吃点东西啊 或者什么 那肯定就是在跟我打招呼啊 比如说像我们人这种招手啊 应该是四豪 当狗狗把后半身抬高 前半身放低 做出鞠躬动作时 意味着他在向主人或伙伴 发出一起玩耍的邀请 当他四脚朝天 露出肚脐 则是向主人撒娇 如果同样的动作 在另一只狗狗面前做 是在表示我不想和你打架 狗狗舔舌头是一种讨好和喜欢主人的表现 不过当狗狗轻舔自己的鼻子时 说明他正在紧张 如果一个陌生的狗狗在你面前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地接近他 他很有可能会攻击你 狗狗在身上没有水的时候抖毛 说明他正在调解自己的情绪 如果是两只狗在一起玩耍 做出这个动作 则说明他们彼此有些尴尬 跟我们傻笑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狗狗是友好的动物 但也并非所有的狗都能当朋友 就像人一样 当狗与另一只狗相遇 而又不太相信对方时 他常常会避免与对方眼神接触 耳朵向后拉 尾巴保持中立 站得直直的 使自己显得很高 有时狗狗将颈部 尾根 背部的毛发树立起来 眼睛炯炯有神 张大嘴 甚至在躺着口水 是为了使他看起来比实际的更大 意味着威胁 虚张声势 当狗狗趴胯到另一只狗身上 或是站起来 用爪子按住其他狗的身体 他是在说 我才是头 你可别忘了这一点 趴胯不是公狗才有的行为 那些争强好胜的狗小姐 也会这么做 这只是一种征服性的动作 就是汪兴仁当中的女汉子了 怎么样 学习了这些 是不是对我们的汪兴瑜 有新的认识 其实我们的语言很简单 只要大家平时多观察 就一定能学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等等 我还没说完 怎么了 最近换季了 好多宠物小伙伴都生病了 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 张凡院长提醒各位蝉食官 这个季节是宠物呼吸道疾病 肠胃疾病 皮肤病等疾病的高发期 蝉食官们 要注意你们家主子的饮食健康 保持卫生 多多出去锻炼身体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可以抖音搜索 萌宠X星人 关注我们和我们互动 更多精彩等着您哦